兄弟们,早上开车一个半小时啊,从成都市区到新津,新义正,他们说这一片小树林里头啊,有一个自助餐,哎,什么样的人会把饭店开在这儿,来这儿吃饭的又是什么人,我就很好奇啊,看,停满了车,确实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但是,只看到喝茶的桌子, 跟打麻将的一个小棋拍式,没有看到吃饭的人,来来来,柳暗化名又一村,我好像闻到香味了,这边厨房正在炒菜,哦,大立锅,回锅肉,这个感觉就来了啊,回锅肉炒什么? 白菜,白菜,哦,白菜啊,回锅肉炒白菜,这种大铁锅得不得定,下豆瓣酱, 这个回锅肉太香了啊,来看一下,自助餐的价格,两个人80,三个人110,四个人35, 我们今天就是四个人啊,酒鬼的乐园,看,全是各种酒啊,基本上都是喝完,或者喝了半瓶,继续在这儿的啊, 这边大姐继续在切这个肉片,回锅肉应该是不够用啊, 五花肉,哦,五花肉,哦,就里头炒完不够再切是吧,就客人吃都在后面院子里头是吧,来看,后面有一个大院子,现在还没开始上客人啊,哦,这个是什么,这个还可以包桌啊, 这是500亿桌的啊,这是可以便宜的五百亿桌,还有贵的啊,贵的多少钱,500,600,700,800,000都要,看你吃什么假的,哦,哦,总共多少个菜,就今天的自助餐,一般13个,14个,哦,这样啊,35块钱一位,13到14个菜, 这个是什么 这是正宗的软排炸的熟肉 哦 软排 软排骨炸的 哦 这份多少天 不是 我们是讲软熟 就是说人多了我们就上两份 人少了我们就上一份 根据多少 然后如果我们上去了不够吃 你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我们有你家 哦 紧吃 本着不浪费 不浪费的情况下随便吃 随便吃 浪费了大家个 对对对 软排炸的熟肉 对对 回锅肉 出锅 得劲 吃饭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环境 这个师傅在打这个豆花淡水是吧 对 豆花淡水 豆花淡水 嗯 这个环境我喜欢啊 它这边可以打牌啊 可以钓鱼 说是自助餐啊 其实就是 呃 你几个人多少钱 他按照人头给你配菜 来 我来看那么跨路 这卡的当啊 哦 看 呃 是一个农家院子啊 厨房这些菜 大锅菜正在制作 它自己做的十一点 有点回家十一关 人家做我的羊羽红柱 米桃炒了出来 炒了 米桃做 这个是植耳羹拌 植耳羹拌 猪耳朵 哦 这个红油香的啊 嗯 自家全部是自家煎的红油 你看嘛 这个都很 这个是 嗯 都是年刀人 多少这个配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五花肉 烟熏的 自己烟熏的 哦 这个跟腊肉一样吗 这就是腊肉嘛 这家 哦 就是腊肉 哦 这个也可以上的是吧 这个上都有了 哦 这个香的嘞 这就是刚才煮的丝瓜 丝鸡豆 哦 这个腊肉啊 哦 油汪汪的啊 你们这个腊肉一盘在外面能卖多少天估计 万千说不清哦 我现在有些卖的好人卖一半 我们呢是只供看着吃 做实在的东西 哦 就这一盘外面饭店能卖多少天 不晓得 不晓得 说得吗 不晓得 随便 随便吃啊 这一盘你们知道 在成都的小饭店能卖多少天 哎呀 香的很 看一下 三十五块钱一个人能上多少菜 来了 就是每个菜都来一遍啊 就是每个菜都来一遍啊 回锅揉 这是植耳羹 拌猪耳朵 花菜炒肉片 蜗菊木耳炒肉片 酥肉 这个什么牛肉啊 这个红烧鸡 红烧鸡 这个是丝瓜 炖豆角 豆角和土豆 来了来了 又来了 这是什么菜 鞋味 鞋网 两满鸡肉 两满鸡肉 又来一个 南瓜 齐了吗 没有 还没有齐啊 没有齐了 没有齐了 没有 还有 没得了啊 来看一下 哇 一百四十块钱都落起来了 我都震惊了啊 一百四十块钱 满满一桌 而且你看啊 肉居多 光这个腊肉 我以为就一盘 他给一盘五花肉 给一盘猪头肉 就说凉不凉心吧啊 嗯 哇 香香香香香 来尝尝这个回锅肉啊 而且不只是就这么点 一百四十块钱紧吃啊 可以可以 几乎这个菜量怎么样 一般般吧 就是量食 一百四十块钱你还要什么 你就是我上的 就是我上的烹子啊 一百四十块钱 什么都给你 是不是 可以了可以了啊 吃完都可以添的啊 只要不浪费啊 回锅肉 盖饭 菜啊 其实就是很家常的味道啊 你要说多么高的期待啊 不一定能满足 但是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啊 烹子烹子烹子 再来点这个蘸水 四川的美食 真的是爽啊 真的是爽 尤其是这种 鸡脚干嘛 他们讲叫香巴头 你们讲是叫香巴头是吧 老板都过来围观了啊 来 豆花饭 豆花饭 是真的香 姐夫再给你一次机会 怎么样 确实话 哇 你变得太快了